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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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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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我开车 欢迎订阅明镜 她说 突然之间一落千丈 已经没有脸回家 记者 记者 记者了解到 她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啊 其实啊 她们是白了有病人 她们是白了有病人的时候来的了 第十二位 第十二位 困扰着 想不想 感染者和病人五万一千七百二十三例 其中 梁山遗族自治州累计报告感染者和病人 两万五千六百零八例 占全省的一半 而妞妞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个 在妞妞生活的竹河村 一共有一千二百六十人 依然健在的艾滋病患者有六十七人 但是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的数字 远远要大得多 还有奶奶爸爸哥哥和弟弟 妈妈去世了 在这个村子里 平均每三个家庭里就有一个家庭 有一个艾滋病患者 艾滋病夺走了青壮年的生命 也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 很多孩子都和妞妞有着相似的身世 他们有的没有父母 有的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有的则成了孤儿 从没走出过村子的妞妞告诉我们 她最想去上海打工 但是对于上海的一切 她却一无所知 又前来买衣服给她 买衣服 还有去还我弟弟 我弟弟接着上学 我还想就不能去 那你想什么时候出去打工呢 我想16岁去打工 虽然不放心 奶奶还是同意了孙儿的想法 她希望将来 妞妞能够高高兴兴的走出大山走进城市 靠自己的努力走出艾滋病笼罩的生活 我们也祝福女孩能够早日走出大山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经过镜头处理的几位 艾滋病患者的故事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保护着隐私 那摘下面具 他们是构成中国49万存活HIV感染者群体的最小技术 高淑芬35岁 河南省方城县人 夫妻感染 两女无恙 高淑芬到现在都有些恨自己的丈夫 恨他当初去卖血 恨他把病传染给自己不说 还早早离世 留下三个孩子给他照顾 谭菊64岁 河南省林颖县人 自己感染 丈夫及二子一女均无恙 1992年 41岁的谭菊开始卖血 家里终于翻盖了大房子 可是他也走上了不归路 小勇29岁 河南省湘城县人 自己感染 前妻及儿子无恙 小勇 男童性恋者 绝望之下 他选择进入富士康 但不是从那些高楼上跳下来 而是选择了 在富士康附近的城中村 开了家信用品店 除了维持生活 他还作为一名义工 为男童提供安全套 和免费的艾滋检测和知识普及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10月18号发表了一项报告 如果在今后五年当中 采取一些快车道目标 将可以在2030年 结束艾滋病的流行 那这就意味着 2800万新发艾滋病例感染 和同艾滋病例有关的 2100例死亡 将是可以得到避免的 让我们行动起来 向林艾滋买进 亲爱的小孩 我现在就去找 你现在能不能派人过来吗 我们制度规定 24小时之内失踪人口不会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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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视中黄博的儿子失踪后去报警 警方告知 需要失踪24小时之后 报告 公安局关案没有规定 说儿童失踪之后 必须24小时才能报案 而且在全国打拐专项行动中 公安部专门强调 各地对接报的儿童少女失踪案件 都必须立即开展侦查 拐卖犯罪一旦发生 人贩子会迅速转移拐卖受害人 所以要抓住发案最早这个时间 尽快开展侦查工作 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司法部在2010年3月 就出台了一个文件 关于依法惩治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 这里边就明确规定 儿童少女失踪 必须立即立案 就抓住儿童失踪最早的 这个有力判案的时机 把这些拐卖受害人解救回来 在打拐办成立之初 拐卖犯罪行事十分严峻 在一些城乡结合部 农村人贩子 抬去哄骗等方式 实施拐卖犯罪 发案比较多 我在2010年底 就开通了个人失明微博 这个微博开通之后 到目前为止有800多万粉丝 给我们提供了 应该上万条拐卖犯罪线 打拐卖成立之后 我们完善打拐的法律 研究建立了一整套的 打击拐卖的日常工作机制 组织开展了全国打拐专项行动 以前我们要说找到一个孩子 我们只能是说觉得 它是仪式 甚至有时候一个孩子 我们会对出好几个仪式家庭 为了解决儿童被拐多年之后 他的深缘识别圈瑞兰的问题 我们还建立了全国打拐 低音信息库 到目前为止 已经比重了 3500多名 多年前被拐的孩子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专门用于打拐的低音信息库 效果很好 认识陈主任之后 很多以前我们就是没法解决的问题 我们可能就说非常容易 买方市场的存在是拐卖犯罪 履打不决的重要源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个刑法 修正案 今后所有的买主 都将被作为犯罪来处理 拐卖犯罪 它是一种把人当商品买卖的 严重刑事犯罪 应该说酿成了无数的人间悲剧 我一直要求自己 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全国的打拐民警一起 和志愿者一起 我们要携手作战 警民联手 不让这些悲剧再发生 我是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世驱 我期望天下无拐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聚焦三龙 为你喜欢的三龙人物候选人点赞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视网 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你还可以关注 聚焦三龙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获取相关节目信息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